另外就是把剛剛那個直樹的 這個部分本來是4圍圈 另外把它做版本管理 再複製貼上一個wire圍圈 那wire圍圈基本上 我講過其實 幾乎可以套公式 可以把它改出來 第一步就怎麼樣 把那個 就是就是 4改成wire 2的話把這個 把它搬到什麼 搬到它的上面 wire的上面 因為這是區邊 就把它搬過來就好 然後3的話 12 把這個 部徑 這個我把 因為要把它搬到哪裏 搬到這個後刮弧的上方 所以你就要知道前刮弧 後刮弧 Enter一下 你就要搬到這個地方 這樣一定不會錯 把它搬過來 然後 就完成了 就完成之後把它 Ctrl-Ship-F Ctrl-Ship-F 它就會幫你排整齊了 這個這邊排這樣 然後K 再來弄一下看一下 這邊把它輸入9 應該不是 然後再試一下 如果是 151 151 這是4嗎 4值數 沒辦法被整出 OK 那最後 你可以 再把這個 這個塊 這個再複製 再貼回去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渡 渡的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 基本上 所以你會發現 一次你就可以寫三種回圈出來 不會有問題 那渡的話 把它開起來 渡回圈在 這邊 渡回圈裡面 第一個 這個 搬到 這個後刮弧的 所以你要 注意一下說 這是後刮弧 你不要亂搬 因為我看很多同學亂搬 就搬到那個 衣服的後面 你怎麼跑都亂不出來 所以關鍵地方就是 我剛剛講 一定要把這個 變紅色 因為浴室好像是灰色 看不太清楚 你就點一下 後刮弧的位置 後面這個位置 絕對不會錯 看這樣子 搬過來 放開 再加個什麼 分號一下 在原來的刮弧 前面加一個 度 那如果 不整齊 Ctrl Shift GF 他就幫你排整齊 好了之後的話 RUN一下 所以基本上 一定會跑進來 判斷一下 所以 第一步 進來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邊 射中斷點 再去 再去Trace一下 那這邊 先輸入一個 9 按確定 不是 執行一下 151 按確定 是指數 所以基本上這樣改出來 沒有問題 那各位可以順便 比較一下 FOR回圈 坏回圈 度回圈 這幾個 這樣的話 其實很快的 你就可以進入 這個 這一題 那 等一下 後面我的簡報 裡面 還有幾題 這Continue 剛剛講過 Continue 我們有用 當然這邊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再TRY一下 把這個Sample RUN一下 然後 後面的話 我們有 有幾題 這個是 剪刀、石頭、布 可以跟電腦玩的 然後這個是 輸入一些詞 可以把它列出來 這個可能會進到正列 那這邊是 判斷幾月 是不是正確 也是類似有點電腦 這個遊戲 然後這個是 輸入成績 那比如說我們 這一題 看一下 不過 比較會有問題的 就是因為我們還沒講到 有關正列 但是你也不要把正列想得太複雜 就是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關鍵在這個 就是 中瓜湖 也就是說一個 字串 的變數 有沒有 假設他本來只能夠放 一個變數在裡面 但是如果你給他 怎麼了 給他一個 比如說後面我們切成三塊 對不對 就有點像這樣子 把一個變數 切成三塊 然後呢 把資料 因為 因為 機體空間裡面呢 配置一個 兩個 等於是說呢 把一個 變數切成 三塊來使用 這個就是所謂的正列 那正列又分成一維正列 就像這個是一維的正列 還有二維正列的話 就是兩個中瓜湖 那可以放 兩個資料 也就是說呢 在正列裡面呢 假設呢 你還可以再分三個 有沒有 再分三個 再分三個 有沒有 那如果說 你這樣子就可以放九個資料了 就是二維正列 那還有三維 多維正列 多維正列的話 又可以在裡面 再做切割 可是通常 多維正列 我用的也比較少 因為一維正列有的時候 差不多 二維正列有的時候 你的腦筋可能就會 比較不容易去 判斷 多維正列 那更不容易 不過你多維正列 會用的話 對於跑回圈 尤其潮狀回圈 就非常好用 因為搭配起來 很好用 因為 正列實際上 它也是有順序 它的編號是從零 零到 比如說這個編號的話 原來有三個 三個 它的編號一定都是從零開始 所以這個是零 這個是一 這是二 所以零的話 指向 正列的零 就會指向它 但是 編號從零開始 可是長度 是多少 三 所以長度是三 編號到二 所以很多人會常常 搞不清楚編號 為什麼是二 長度是三 原來是它從零開始 大概是這樣 那比如說像這一題 我們如果說 我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這一題 亂出來的話 我亂一下 其實這一題還蠻有 這一題是 我從那個 有一本書叫 名解 Java那本書 裡面的sample 但是 它的sample 寫得更複雜 這個是我把它改 改成 更簡單的 方式 因為它裡面 又用了很多回圈 很多的判斷 後來我發現 好像有點複雜 我就自己再把它改的簡單 這是我改完之後的 當然你們也可以自己去 用自己的方式去寫 也無所謂 裡面 那這裡就是主要非常簡單 我的需求就是 希望跟電腦 玩那個 剪刀石頭鋪 所以基本上 用電腦亂數跑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用random random的 這個類別 有一個 取得一個亂數 然後把它放掉 一定說0 1 2 有三個 反正就是亂跑 那跑出來的話呢 假設0的話就是剪刀 1的話就是石頭 2的話鋪 那我就出一個 比如說我出 假設亂數跑出來的剪刀 那我就出 假設我出1的話 我是石頭 那我就贏了 那就比對一下 判斷到底誰輸誰贏 所以這個地方 這一題是finger fishing 我這邊有finger fishing 有1有2有3有好幾個版本 我會忘記哪一個版本 OK啊這個 那我執行起來給大家看 基本上的話呢 會跳到底下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用jrchampan來做 這個地方是用一個叫 scanner 的類別 這個scanner 它隸屬在 Java裡面的 utier 這個utier 是放相關的 顧名思義的這個地方 通常放一些 小的一些 小的一些 的一些 類別 那這邊的話呢 它有個scanner 這個scanner呢 它主要用途就是 scan我們的 鍵盤動作 所以如果今天 輸入什麼 輸入0的話 假設 我輸入 剪刀的 如果說輸入0的話 表示我出什麼 出石頭 Enter一下 好 那我出 我0的話 就是石頭 然後呢 這邊會說出來 電腦就是我啦 就是電腦的意思 電腦出 剪刀 我出什麼 石頭 那就出現我贏了 OK類似像這樣 之心 剪刀石頭布 我出 布好了 好 那電腦出石頭 那我初步 我又贏了 那類似這樣 當然你還可以寫得更細啦 比如說你可以記錄下來啊 然後 彼此次 玩幾次 贏多少 等等的 那這個是一個簡單的一個sample 那我想各位等一下如果有時間把這個植樹部分的那個 畫腰跟度改完之後 也可以看一下 好這邊有一個 這個那我是把它放在我的講義裡面的這一體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谢谢大家